大家好,歡迎收看 OneGameUp,我是雙八聲的Katech 接下來五分鐘聽聽我甚麼,看看這次 Kickstart 可不可以 今次要說的遊戲是甚麼呢? 就是 Eon Legacy Eon Legacy 已經到達第三集 雖然說是三集,但每一集都是獨立遊戲 而今次Eon Legacy 加入了 Legacy 元素 將這隻Dead Build 合作遊戲推到另一個層次 這次有甚麼特別呢? 首先幾樣東西,每一集的Eon Legacy 都會有一些新角色的角色 而今次因為它是新的遊戲 所以它裡面的角色是可以自己去設計的 例如它叫甚麼名字,例如它絕招的名字 你都可以自己去改 另外一個遊戲,因為它是一個Campaign的模式 就會有幾關的 而每一關完結之後,你都可以幫你的角色 去改變一些Skills 那些Skills的組合是你自己去決定的 這也是今集其中一個很大的賣點 今次裡面有甚麼內容呢? 你會看到,和以往一貫都有的角色版 角色版裡面,它有很多位置給你去改變 另外就是有一些大佬 每一集都會有的 今次都會有七個大佬 其實是由七個Chapter去組成的 另外它就有一些貼紙 一些Sticker 也是今次的Eon Legacy 其中一個很大的賣點 這些貼紙就叫Inside 這些Inside要透過故事的情節發展 才會知道它會開甚麼 另外跟以往上一樣 它已經有了遊戲裡面需要用的東西 例如血量版、Token 又或者它裡面的角色的Gate 都已經有齊 基本上就可以獨立去玩 可能看到這裡,很多人會問幾個問題 首先就是這個遊戲究竟 我一定要有之前的兩集呢? 其實看回一些Review 其實這個遊戲是絕對可以獨立去玩 而且也是一個很完整很Complete 的遊戲 即是說它會有齊一些比較簡單的卡 以及一些比較複雜的技能卡 基本上就跟它過往的兩集差不多 另外就是重玩那裡 其實這個遊戲是可以重玩的 重玩的形式其實都跟以前幾集 Eon Nang的情況一樣 都是可以當成大佬去打 既然你可以玩完的事之後 你建立了一個角色之後 這個角色不單可以跟這集裡面的大佬去打之外 所以變成整個遊戲是可以跟之前的拌亂來玩 不過它也建議不要把那些集數裡面的Action卡 拌到這集裡面 作為它遊戲流程裡面的卡去選擇 因為那個平衡上可能未必做得那麼好 它也建議如果你玩 Legacy Mode的話 都會用今集這些Action卡去做 好 看看現在的Kickstart有什麼 這間廠的其中一個要留意 就是它的Kickstart的Search Goal分量大類 一種就是Kickstart Exclusive 這一種是沒有的 即是你不要在Vetail買回來 你只能夠在一些特別的日子 在它官網或者一些活動裡面才可以拿回來 而另外一種單純的Pomo 它就會將這些Pomo 收納在Bernand Secrets Expansion裡面收齊 這個稍後也可以在Vetail買回來 不過當然很多人就會問 我為什麼要在Kickstart給一個貴一點的價錢去買呢 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剛才那堆 Exclusive的Pomo 是不可以拿回來的 另外這個Expansion 它也會往慣地在Kickstart 拍貨之後三個月至六個月之後才會出到的 基本上就是給多些錢就早買早享受 好了 在ResetPad那裡 剛剛出了Update 就說ResetPad會在市場上公開賣 它現在定價大約是$25美金 其實可以讓你用來把整個遊戲重新玩一次都可以 即是裡面的貼紙都可以貼回 另外有些人也會問 Acessory Pack裡面有什麼東西 老實說 Acessory Pack裡面的東西 就不是真的那麼吸引 它純粹是方便你去做一個Setup 那時候 不需要每個角色把卡都抽出來 它就會有那麼多Set的Starting Card 方便你去收納 另外會有Crystal的Token 幫你去計分 但是Crystal的水晶的質素是一般的 這個要留意 Pay Map方面個人覺得需要有 因為它都有很多很濕性的東西 如果有Pay Map跟著的話 都容易去organize 不過是否需要給這麼貴的價錢去買 或是自己印出一張紙出來去跟 這個就自己識除專別 AIDON方面 其實我們可以追回過往那麼多盒 其實基本上它這裏 已經將過往那幾個Version 都已經有了 譬如它本身的Aeon Land 和之前的Wall Intelligence 兩個Expansion都會有 你也可以趁這個機會買回來 不過大家真的要隔一隔一隔 因為它的定價相對來說比較高 如果不是急 或者在網上找到的話 其實Retail也是值得的 另外的Shipping 也要留意 就是因為 其實它的Kickstart 它是沒有一個Practic Manager 即是它不能夠在之後 去改回你付款 它一定要你現在已經 把所有的錢 都進入去做 所以這裏要留意 不要計算錯數 如果正常來說 你直接來回香港 我們都會選擇Rest of Wall 除非你用責運 你才會選擇美國的運費 好了 講了這麼多 講一下這次的遊戲 有什麼好不好 新鮮好方面 基本上 過往Aeon Land 它有一個背景 但是就不太強 這次其實希望透過 它的Chapter 故事 去把故事 補完 帶回好 另外 遊戲也是 跟過往一樣 可以獨立兼容 也可以獨立兼容 可以獨立兼容 可以獨立兼容 也可以獨立兼容 可以獨立兼容 也可以獨立兼容 也可以獨立兼容 另外全新系統 暫時來說 雖然沒很多資料釋出 但每個Reviewner Review完之後 都說遊戲非常有創意 以及7關裡 每一關所帶出的系統 都是過往未接觸 這個也非常期待 另外難度方面 他們也說 遊戲已經跟著一關一關 所以大家可能會一般的難度提升 所以大家可能會 比如說頭兩關是二一二新 但是三四五六七 基本上就和過往的不同BOSS的難度 都會有一般的挑戰 另外一個節奏 剛才也說到 基本上每一關都帶了一些新的系統 所以基本上就不會像外面的時機 可能中間會有一兩關 所以它會有一些新的挑戰 所以這是非常吸引的 不太方便 其實最主要都會集中在 Customer Service 第一就是價格定得比較高 而且它每一次重玩 那個Reset Pack 價錢定價都比較貴 去到$25美金 這方面要留意 另外硬件質素 這間廠出名的硬件是一般的 例如之前那些盒的包裝問題 又或者裡面的卡的質素 這個都要留意 自己要去想一想 另外客服 我自己都領教過 就是它什麼都不會回答你 即是你問它什麼 它都是官式 Copy and Place 一篇文章叫你自己看 可能在Background 那時候要自己小心一點 去看清楚 算對價錢 另外遊戲難度 其實如果有留意我們BGPOD之前介紹 大家也知道這遊戲 其實是一種很硬性的 Death Building合作遊戲 即是如果你的Death Building Hand Management能力 不是那麼高 那你可能 某些關卡 你真的會打得贏 這要留意 希望今集可以幫你解決到 EON & Legacy的問題 那下集再見 拜拜